一般演完戏就拿走了 然后我这个头饰 这是真的点脆 这都是还是当时的那个 衣服肥了 然后我因为昨天拿到剧本 一看是这个形象 我说那我一定要把 原来的那个我拿出来 后来就打电话找人 帮我把这些东西 就重新拿出来 他说完之后 我特别在意他这个头饰 点脆 你说这点脆 可能他们都不明白 离过来远点 这个我特好奇 这个小品是原来 就有的呢 还是你们后来又新创作的 这个其实这次 算一个命题作文 然后也是帮欣欣 圆一个梦吧 然后等于说实话 我们主创团队 是六个大老爷们 很惭愧 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 然后但是我们经过采风 多家的走访 觉得一些欣欣的粉丝 还得走访 就问看戏的人是吧 主要就是跟我妈聊了半天 对 一些欣欣的粉丝啊 包括欣欣 喜欢欣欣的观众 觉得这个角色肯定有一些遗憾 就是为什么在42集的时候 就是走得非常的 让大家心痛 所以我就想在这个舞台上 帮助喜欢欣欣的观众 来等于替他们做这么一场 黄梁美梦 就是让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等于活了下去 连着看了你们三期小品 其实我不得不佩服啊 这个因为一个演员啊 演的戏好戏坏啊 真得看剧本 那是 不得不说长远他们构建 小品的能力非常强大 有的时候是人保戏 有的时候戏保人 但如果本子也好 演员也好 那观众可就来早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 一个戏干嘛拍那么长 42集才讲明白这点事 这个刚才有句词 他才是一孩落四 吓我一跳 一机灵啊 因为长远他爷爷在家黄四 真的 真的 他爷爷在家黄四 这个玩笑说玩笑啊 因为这个清朝电视剧我们看的也不多 但我两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啊 娘娘算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嬷嬷 嬷嬷 他们老说你要改变戏路 你觉得嬷嬷适合你吗 演完嬷嬷 咱们就可以演波波 嬷嬷也可以啊 嬷嬷也行啊 对啊 你可对得起这点脆的头饰了啊 对啊 还是我比较好奇 刚才你们还有场雨戏是吗 对 那怎么下完没湿呢 那也是舞台效果 用灯光打到下的是大米 大米 灯光结合大米的效果 这个组太有钱了 下的大米 不是 但是那个大米 我们一会儿都收回来 然后回去喜不喜不还得吃 太棒了 而且我们用的那场雨 您应该感觉到下的很洋气 因为我们用的是泰国香米 下回 下回 什么米都一样啊 别看这套 下回下小米 太好了啊 要下棒 我那儿也不错其实啊 刚才是奖心 我问你 说一下啊 那个你恐高啊 我记得你特别有严重的恐高 对啊 是吗 那你上那个楼 我刚才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上得好快啊 是吧 蹬蹬蹬就上去了啊 这个 这个就我知道 这个奖心的恐高的程度啊 这个 他应该是不敢站在这儿 就这么高就完了 对 就这么高就完了 坐飞机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我每次上这个 上这个台子的时候 我都像那个刘能一样走嘛 对 因为稍微低一点 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拿个头饰往前带 胆这么小呢 那就好办了啊 辛苦了 辛苦了 行 谢谢大家